教育部昨天表示,陆生连招会转至大陆国台办意见的做法确实不妥。 对此,多名立委今天说,学术自由是台湾珍贵的民主价值,因维护,不需向对岸让步。 媒体报道,大陆国台办接获陆生反映,有教师在课堂上灌输,宣扬个人意识形态,要求大学校愿招收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缩减辅大招生名额。 教育部昨晚发出声明,陆生连招会向学校转达陆生及陆方意见,并请校方说明,虽是回应陈晴,但转达方式援引大陆国台办的指导意见确实不妥,以要求改善疏失,并澄清立场,尊重教师专业,维护学生学习权益。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馆毕临今天受访表示,国台办干涉学术自由不是从台湾开始,在其他国家也有案例,我们要撑得住,中国用棍子打你,撑不住的话,我们的民主防线就垮了。 而干涉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,不管要求的内容是什么,基本上就是干涉学术自由。 管毕临说,为了招生名额要牺牲学术自由,这种对价不符合比例,无爱无师,无更爱真理。 老师的看法学生可以挑战,课堂上师生平等的论辩,这是学术自由,这件事情如果辅大跟国台办讲我们只会鼓励老师容许学生平等论辩,我们不会干涉老师教学内容,如果这样回国台办,那就很棒。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陈学生告诉中央设计者,台湾民主价值的可贵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,大陆学生来台,可以充分感受。 这些台湾珍贵的民主价值,不需向对岸让步,但也没必要与对岸在这些事情上批驳。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赵徐永明表示,这事件太离谱,完全违反学术自由,台湾民主化这么久,尤其是校园民主,是当时很多学生,教师争取来的,这不只是打压言论自由,学术自由,校长应该要公开道歉,甚至下台。 徐永明说,教育部除了表明立场外,可以更进一步约束陆生联招会,要维持一定的自主性。 辅大昨晚的声明想要简化为行政疏失,但这已经是打压学术自由,校长还是要负责。 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干事常陈怡洁表示,在目前资讯发达,学丰民主自由的状况下,若学生觉得不妥,其实可以礼貌地向老师反应,不要由政府或官方单位下指导期。 他也认为,政府单位不宜介入或干预,任何提醒或干预都是多余的。